还有天气好 现在出门钓鱼要特别注意安全 有一对来自三峡的夫妻 前往东北角海钓 这个太太因为不小心落海 丈夫随即就跳下去救她 警销获报前往救援 把太太救起来之后 这个太太送医不治 但是先生在落海之后也宣告失踪 家属因为风浪过大 警销无法救援 还一度紧张地嚎啕大哭 经过全力搜索 在刚刚呢也发现了先生的遗体 一声声奇力的呼喊 响彻东北角海岸 得知家园落海遇难 赶来的家属全都哭成一团 一群钓客从新北市三峡区 来到东北角海域的鼻头角海岸 原本想利用农历大潮水 东北角软丝丰收的锤钓 但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海水突然涨潮 大浪逼近众人发现情况不对 准备撤离时 周姓夫妇来不及逃命 悲剧就这样发生 事发之后海巡署在附近的海域 找到44岁的妻子 紧急送医后仍然询告死亡 而周姓男子也在稍早之前 被发现卡在岩峰 溺斃身亡 台风刚过 然后这里又是胶岩地形 然后海向比较不好 提醒大家台风过后 通常都会有长浪发生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不要到海边游玩比较好